大师、学家、学者、专家的区别 近年来,大师、学家、学者、专家的称呼满天飞 只要一个人在学术界稍有名气 就会被人们惯知以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家等等头衔 从而在大众中造成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混乱 到底什么是大师、学家、学者、专家呢? 本人的观点如下 所谓学家,一直在某一学术或知识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也就是说,创造了新的知识或理论 创立一派学术 从而刺成一家、成一家之言 令别人向他学习的人、即被学习的人 如中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创始人 均是在某一智慧领域独树一帜 自成一体系的学说 且都招揽门徒弟子 形成一派知识群体 近现代的诺贝尔奖和平奖除外 奖励的亦是在相关知识技术领域获得突破与创新 从而对人类的智慧财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所谓学者,就是在某一学术和知识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 精通某一知识领域的人 他能对某一学说进行自己的阐释 换言之,就是钻研透了前人发明的理论和知识 并有所发挥 从而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理解水平 但是,学者没有自己的独创之鉴 也不能脱离开学家所创立的理论框架 所以,无论从字面还是本质上说 学者都是学习的人 例如,研究《红楼梦》的学者 大学里的许多教授与博士 某一理论的研究信奉者 都是学者而不是学家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提倡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经济学家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只能算作学者的范畴 所谓专家 就是在某一专项之时 尤其是技术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 形成自己的解决此类专项领域的独特思维方法或模式 即在此专项领域具有特殊的技能 从而能解决专专业问题的人 专家的要点在专语加上 专一指具备专项知识或技术技能 加则指有自己独到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方法 如经济专家 工程专家 技术专家 金融专家 学术专家等等 在某一知识或实践领域 开辟新的阵地 扩大人类的智慧领域的人 我们称之为理论 或是实践大师 也可称为宗师 如中国创立墨家学派的墨子 不仅在理论上建树颇丰 在科学技术的实践上 有很高的成就 英国的牛顿 不仅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发明了微积分 而且还在工程技术上造诣非凡 他们均属于理论和实践大师 此等例子 不胜枚举 大师或宗师的价值 和对人类的贡献 是所有人中最高的 学者测重学问和知识 专家测重技术和方法 前者重理论 后者重实践 前者主要面对抽象领域 后者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而在这两方面都擅长的 我们称之为专家学者 或学者专家 即在抽象的理论知识领域 有一定的研究 一能在实际的操作层面 解决现实问题的人 专家学者或学者专家 确切地说 是一种复合性人才 也更具价值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级人才 大部分都属于这个范畴 各用各不相同 前者重在知识的保存和传承 后者重在问题的解决 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 二者都不可或缺 当然 将二者之优点 符合在一起的专家学者 或学者专家 则更是社会之所需 但是 一个社会要实现领先 并在智慧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非拥有学家 大师或宗师不可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和智力空间 创造新的智慧成果 因此 一个发达 领先的国家或社会 都是不缺乏大师 学家 学者 专家 或专家学者与学者专家的 拥有他们 也是知识时代的宣言